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就像是老人住的房间 我那个屋子里的家具造成的那种风格啊 我才九岁 结果装得像个九万岁的 还有吗 还有 就那家居舒适度也不够 怎么不够啊 坐上去一屁股 大支大支的中男女 太硬了是吧 对 为这个家庭改造的设计师叫赵亮 十几年的从业经验 让他对设计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为设计师必须要有艺术家的气质 工程专家的细致程度 管家的管理能力 然后还要一家的眼界 才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美 然后才能创造更多的美 赵亮从业经历十五年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 国家注册高级室内建筑师 赵亮的改造行动即将开始 他的设计会让人眼前一亮吗 主要你最大的要求是什么样子 就是别给我做一个天调 天调 天调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是关于科学 那个就是很接近它的时候 就给我搞一军事的 我不爱这么干 就要给我隔远一点 并且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 把它分区域 要不然一个区域里两个东西是不合的 这个让我心里肯定会看着很多 很不合理 行 没问题 这不是什么 这回的设计主题叫玩具杂货铺 当初我一进入孩子的房间的时候 然后他的房间里的玩具非常多 散落到各个角落 这一点也引发了我的灵感 然后我会结合这些玩具 还有房子 设计出来一个既好玩 又有趣 又非常合理的空间 好了 刚才我们是看到了 第一个家庭的情况 还有为他们设计的设计师 那现在我们心里可能最想了解的是 第二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第二位设计师 他又是谁呢 抓紧时间了解一下 另外一家选手改造的是一个小女孩的房间 今年九岁的陈思妙 特别喜欢画画做手工 喜欢丰富的色彩 也特别喜欢邀请同学到家里一起来玩 但是他的房间太小了 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 被大衣柜 学习桌 以及床 站得满满灯灯 几乎没有活动的区域 这次他希望通过改造 能把空间释放出来 我每次从小朋友来 只能在床上玩 装修完能把空间变大一点 我们就很满意 很开心啊 给这个家庭改造的设计师 叫做李淑娜 同样也有一个女儿的她 对女孩的房间设计 可谓是得心应手 儿童房的设计要多姿多彩 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思维 和个性化的想法 使他们对色彩有独特的喜好 所以色彩应该是 儿童房设计的主旋律 李淑娜从业经历11年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 擅长设计风格 现代简约 李淑娜改造行动即将开始 她的设计会让人眼前一亮吗 你能告诉阿姨 你最想要什么的吗 我最想要一个大衣柜 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能让我和巴比一样随便化 你想当公主是吗 喜欢公主换妆的那种感觉是吗 那还有就是说 你想让你的房间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想过吗 这想过 我想让我玩的地方更大一些 然后桌子变得更长一些 这样我能在上面画画 做作业 还有做手工 我这次的设计主题叫做心愿通话 整个设计方案色彩非常丰富 以蓝色的星空 玫瑰红色搭白色家具 小女孩富有幻想的性格 在色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让小公要在美丽的房中做一个多彩的梦吗 好了 看来两组的设计师和两个家庭 他们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都很满意很开心 而且充满了信心 那么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基金已经发放到位了 当中有两万元是由欧派家居集团提供的家装基金 还有一万元是由海尔天津空调提供的家电机机 瞎瞎我的活了 你看看 小主持人 现在我想问的是两位设计师 红蓝两队的选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48小时加装倒计时 开始 红队开始搜街 他们要购买的是非常有特点的艺术墙漆 我们看一下这个和我们常规件的家里的那个墙漆 除了有一些可以感受一下 小朋友上来摸一下 这就是在艺术品的那种上面那个有的感觉 有点凹凸是吧 有点像树叶 类似树叶 不像树叶 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就有点像什么贝壳内的呀 它的这个 它是一种那个艺术笔材 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出来的 然后它的工艺非常复杂 一个是要求它的原材料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要求它的这个整个的工艺比较复杂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种各种的效果 是在工人在操作的时候 根据不同随机产生的 这个是其中的一款 然后整个有非常多的效果 这个呢相对来说呢 都可能有规则一点 但是它也有一些变化 对吧 它可能有些几何的一些造型 比如是适合不同的风格 它这个宽衡 不同的这个宽衡啊 是根据刮刀 不同的这个刮刀刮出来的 它这款那个材料 就是平常我们家用的不是很多吧 在家用里面嘛 相对来说 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装置材料 可能是它在有一些点缀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需要特别风格化的东西 或者是特别需要个性化的东西 我们来说说它 无独有偶 蓝队搜接也是墙面材料 艺术壁画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呢 我给红队选手家 强面选的一部定制壁画 然后这个我想给它的感觉呢 是让它有这种延伸感 因为它有一面单独 延伸感我懂啊 是不是感觉就是像 这个是玻璃王的 在晚上一看 就感觉是外出的星空一样 躺着都能看到天空一样 对对对 没有错 这个准备不在是哪面墙上 就是我们一进门的左手墙面 哦那面墙 然后就是门旁边的那面墙 因为那面墙它离门特别近 然后你也没法放什么任何家 对对对 所以就说我把这一面整墙 做了一幅壁画 开工了 红队这边设计师对空间进行了重新规划 在窗前和入门处做出两个造型隔断 小鑫 你猜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比较中文贵 中文贵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可以放下来的床 因为它这么宽这么高 像一个单床 能够收起来 然后睡觉的时候打开节省空间 能够给孩子们更多玩的地方 我来跟大家说这是干什么的 因为它这个房子 任哥是长型的 对 然后呢 而且它这个门呢 是在房间的中间里面 然后它的房间的布局啊 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说我们做了两个案子 就是地柜 然后呢 对 做完了之后 我们的地柜直接吹在了里面 然后这边整个平级 人一进来之后 任哥的家庭 全都在人的身后 然后会感到视野很开空 觉得 觉得这个房间不需要大 对 真聪明 此时的蓝队 房间已经变得五彩缤纷 不过 艳丽的色彩 对小男孩来说 有点太花哨了 设计师阿姨 您这个画设计的好鲜艳啊 会不会太艳了啊 妈 你觉得颜色很鲜艳吗 当然了 两条 四周几乎都是 都是玫瑰红色的 因为我们现在家具没有到位 所以可能显的墙面会特别的粉 然后顶面会特别的蓝 如果说咱们的家具到位了以后 白色的家具再配这个 偶尔露出来的粉色的墙面 就不会显得那么 跳了这个颜色 红队把搜街买来的艺术墙漆 用在了天花板上 工人师傅刷墙漆的手法 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 这个现在是在做底 最后呢 我们还会要再做面 干到吧 再做面 做完面了之后呢 还要做泡沫 整体做完之后 它的工艺相对来说比较普大 区别于我们常见的什么 涂料啊 墙漆啊 它是一种艺术的地裁 我们追求的就是一种 意想不到的效果 蓝队搜街的艺术壁画 也基本上粘贴完毕 房间开始有了公主房的味道 我刚才擦了这种感觉 涂一涂的 你听一看 有好多胶泡 这样的胶泡能下去吗 当然可以 因为现在天底质的这个胶啊 都是选用的 都是环保的材料 都是植物 植物的胶 植物线维做的胶 所以呢 它会慢慢的干了以后 就被吸收了 然后这个胶 这个泡也没有啊 就变得很平 但是踢完毕之以后 我们不能吹风 要闷干 一般是两到三天 所以这个泡慢慢的 它就自己吸收了 就这个玫瑰紫的这个浪漫 然后再配上这种蓝色的梦幻 感觉就是一个公主的空间 就让你那边也好了 红队这边的玩具杂货铺 已经开始出现规模 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 天马行空的 聚集在了一起 玩具总动员开始了 窗前红白相间的地台 也让空间显得动感十足 我们现在用的这款衣画呢 它相对来就比较特殊 它是定制的 我们在市面上买得到 首先呢 需要找到很多的这种 卡通的这种人物 把它通过电脑 把它组合起来 组合完了之后 然后分居我们这个墙幅 把它板面拍出来 排完了之后 然后再找专门的打印记 把它整个效果打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幅画呢 就是做的原因就是跟我们这个小主人 然后它九十年级 一般整体的互动起来 这上面所有的这种卡通人物 都是现在我们最流行的所有的卡通人物 比如说像玩具总动员 汽车总动员 然后都是非常经典的卡通人物 画面上面这么多内容啊 这么多这个卡通人物 仿佛让我们的这个小主人 一下做了这么多的小伙伴 然后呢 整体又特别契合我们现在这个主题 玩具杂货 她是设计师赵亮 她设计的儿童房 让家长苦恼不已 这次的设计主题非常好玩 叫玩具杂货铺 她是设计师赵亮 她设计的儿童房 让小姑娘实现了公主梦 玩具杂货铺与心悦不化 蓝队接下来做手工 小男孩已经开始畅想自己的家了 周永 那你猜猜你们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猜就是有个 有个顺利的蓝 采蓝色的双人床 反而呢 闲头门那块坐 像一个甲板一样 门前贴着一个小窗户 前面是飞机 悠悠对自己家的幻想 真是天马行空 不过 如果设计的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可不要伤心哦 如果我设计的不喜欢的话 那我就 随他而去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的关心 喜不喜欢 等收盲就知道了 先让同学来看看吧 我喜欢这个地方 就是他这个地方 不就是他这个地方 就是一见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总会 就是比较清晰 就是一般咱们的房间 总是就是没有隔离 就是他这块就是 就是这方放一个灯 然后这块有突进去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特别像 咱们以前买过爆米花吧 就爆米花店前面的那个地方 我一看这个地方 就很像爆米花店前面的那个链子 对对对 因为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玩具杂货铺 就像一个玩具的商店一样 然后你们参观呢 我们还没有完成 等完成之后会非常丰富 有各种各样的玩具 然后呢 它的各个区域都会分开 到时候欢迎你们再来再来看 你觉得你的同学王中博会不会喜欢这儿呢 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较喜欢 因为那王中博 他就是思想比较辽阔 然后然后特别有一些心想法 然后这里呢 还有我们小时候的同学的一些照片 还有这么多就是很新奇的这些家具和装饰 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较喜欢的 兰队这次同样也做了一个地台 而且储物功能十分强大 等于说就能喝 它既可以增加储物功能 又可以在上方睡觉 而且这个空间也算很大 如果不让他被沾之后 就这样正好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可以在这款当地了 就可以在上午玩 不一定必须站起来玩了就 对啊 上面可以睡觉 你可以玩耍 上面这么大的空间 不够你玩吗 你喜欢这样的床吗 当然喜欢了 这块这个我可以拿着盘子 搁上走一盘 红队接下来的工程很有意思 设计师要在墙面上组装赛车玩具 小鲜 我们的墙面位置装好了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呢 好啊 这个我放下来的鱼 我们的墙面位置装 我以后的铁面位置装 都是一个壁袜的一个交贴的一个袜 然后任意组合组合中不同的这种效果 而且呢这个车子跑到也有好几种玩吧 这种就是有机会慢慢玩 然后呢也挺有乐趣的 还有一个小镜子 真的好大一个长衣镜 这样坐在这儿我当时以为 当时是他坐在这儿我以为是两边一模一样的墙 中间是一根空框子 这个镜子当时是怎么想的 是因为当时跟后继续走公圈的时候 他说他的女儿喜欢跳拉丁舞 他需要一面这样大的镜子 我也会跳舞 你会跳什么舞 街舞 你会跳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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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还真是特别Fashion的音乐 来 点击 Go 真香